就讓天賜我這塊瘋神棒 就讓神賜我堅持的力量 三百六十五個日夜三百六十五次輪迴 請帶我回到愛最初的地方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道傷 那是曾經天塌下的地方 多少的日子多少的歲月 無法回頭更無法遺忘 傳說在天上有快風身旁 能讓神拯救蒼生的絕望 於是我尋找 於是我呼喚 呼喚生命命之中 指引我方向 就讓天賜我這塊瘋神棒 就讓神賜我堅持的力量 三百六十五個日夜三百六十五五 而我想是個最初的地方 有才能的地方 有才能的地方 听将军你的本领 要欠这老笔幅 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 得令 江子洋 休逃 江子洋 你休逃 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把你这个老匹夫抓回来 快 你给我站住 沙大哥 跑这点路就把你累成这个熊样 真没用啊你 走 走 你是个老笨蛋 别人都说我笨 看来你比我更笨 山路西区 你那怪马跑得不快 凭我的这双铁脚板 追上你的怪马 还不易如反掌 请不吝点赞 滴滴滴滴 你怎么回事 这是哪儿啊 这人哪 火来了 吵死我了 天色异万 怎么还不见五将军归来啊 这股文化如此的天真 那江上老匹夫 又岂是这么容易亲来的 朱将军 你有所不知 你别看五将军各自长得大 但是打起仗来 经验还是缺乏 更何况 他的对手还是江上这个老狐狸 本帅着实有些担心 任帅既不放心 莫不如末将寻其足迹出去寻寻 这样最好 如若他遇到了强敌 朱将军可助他一臂之力 把这个一条刀跑得黑的傻汉子 给本帅领回来 找到没有 找是找到的 那人呢 齐北元帅 末将找到乌文化的时候 他已经成了 究竟怎么回事 快快告诉北帅 末将寻着乌文化的足迹 一直往北走 走到大约五六十里地 远远地看见前面浓烟滚滚 走到近前 在一个小山岭的下面 余火被熄 枯枝灰烬边 躺着一个三尺高的大汗 好像是乌将军 乌将军准是喝多了 赶快去把他唤醒 躺在地上可别着了凉 乌将军冲锋陷阵的时候 那可真是厉害 摔开膀子铁爬了一挥 那可真是横造千军万马 齐定元帅再也唤不醒他了 末将借着月光细看 发现乌将军已经被烧得面目皆非 四肢焦糊了 发出诱人的香味 旁边扔着戴王所赐的铁爬里 你是说乌将军已经被烧死了 的确已经被烧死了 末将确认乌将军已死之后 就地挖了个坑 掩埋了他的尸体 末将本想把他遇刺的铁爬里拿回来 可那铁爬里太重 末将拿他不动 也只好同他的主人一起造 这显然是江泽雅老皮肤设下的心情 可惜了吴文化将军 正会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就这么偏向我们走了 江泽雅有朝一日 本帅定要将你随时万断 为吴将军报仇血痕 元帅 末将明日就去替吴将军 向江上老皮肤讨还血仗 周营的叛军你们听着 让你们那个会使案件伤人的元帅 江上江泽雅老皮肤出来受死 何人如此猖狂 竟敢指明要本帅起来 本将军乃是眉山大仙朱子珍 江子牙 承烫的江山设计世代相传 已有数十代之久 而等世受国恩 非但不忠君爱国 反倒起兵造反 屡屡打伤黛王钦锋的命官 屡屡打伤黛王钦锋的命官 本将军今日要将你这个老匹蜂拿下 被乌将军报仇 无知的妖孽 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 前来教训本帅 江元帅 请斩此宫留给末将吧 少论 我 杨上老匹夫 你若不服气 亲自上来啊 猪肉 有我在此 休的伤狂 优优独播剧场 不服气 容紧 守兵 朱将军果然不负众望 连斩周军两元大将 就连玉顺门下的三只眼都给灭了 真是了不起 就连本帅也没有这个本事 来 本帅敬你一杯 来 元帅你放心 那些玉须弟子们也没啥了不起的 待末将明日出战 定要把那个江上老匹夫擒烂 齐鸣元帅 这位壮士求见 这位壮士何方人士姓慎名水 有何见见 在下姓杨单名一个险子 祖籍眉山 特来乡助元帅 娇密密州的 好 杨壮士既是同乡 就不要客气了 快请主席 请 请 来 诸位将军 这杯酒是为杨壮士的道来 接风洗尘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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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朱将军 这是怎么了 朱将军 怎么了 朱将军 这是什么 朱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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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怎么了 外面的人 可知人爷爷是谁啊 是哪位 是哪位大千 躺在魔教的肚子里啊 听好了 我乃玉须公第三代 掌门大弟子杨简是也 在你的肚子里刚刚睡醒 朱将军 大肥猪 我发现你的肚子里肥得流油 可见你贪吃血食 不知吃了多少众生 真是恶贯满营啊 爷爷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识你 大肥猪 刚才我活动了一下 肚子有点饿了 就先把你这猪心猪肺猪肝 搁下来尝尝吧 大肥猪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大肥猪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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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可怜我 历经千年的辛苦 才天地零 寄西日月清华 才修天成人心 今日冒犯天威 得罪了你杨简大老爷 把我手下留情了 结果你让我做什么 我朱子真绝无二心啊 好 既然你想活命 那就快快献出原刑 贵符在周营圆门前请罪 如若不然 我就把你的猪心猪肝 猪肚猪肺 一样一样的摘下来 一口一口地摘下去 是 是 是 哪长推范 谁送了这么一大头肥猪啊 快送到后营 明日啊 好好靠劳三军 不可 百姓把这畜生养这么大 也确实不易 去查查是谁家丢的 给人家送回去 武器 哪长 他就是白天战场上 不可一世的敌将 朱子真 梅山朱金 快请姜师叔出来发落 原来是杨师兄啊 你看好肥猪 我找师叔去 武器江远 当一下说就你叫姜远帅 替末将仇请了 末将愿意降中啊 没门 师父 这就是杨检师兄收复的诸经 请师父发落 师叔 请立战朱金 以绝后患 教导稿 竟饶末将性命 念处 也敢自他末将 武器 请行 是 师父 师兄 师兄 师叔 武器 将诸头挂于原门 警示敌营 徒儿遵命 光明 是 太厉害了 敌营 过来 要推并 找炸 尸臣 今日必来我赢成兄 若敌将前来挑战 你带上赵妖精 随你杨俭师兄上前应战 必须要看清楚 这个妖孽到底来自何方 师妹 你只管赵七英那妖怪是何来历 剩下的就交给你师兄 看看你师兄的手段吧 二位师兄小心 长旭朕是杨俊 一个是狼怪 来 来将通名 我乃大将杨俭 代礼 你就是钻进竹精肚子里的杨俭吗 正是 你想不想尝尝这种滋味 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办理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怜咱们美山七节 被那刻骨的杨简杀了五个 如今 就只剩下你我兄弟两个了 大哥 休要好道 七节之中 属你我倒行最高 那五兄弟之死 怪只怪他们倒行太低 都不过杨简 那杨简会八九玄弓变化 神通广大 但也不见得会阵阵毕生 于兄觉得甚是蹊跷 代理于杨简对哪吒和杨简的大战 战前他们似乎就知道 他们俩是杨精狼怪 当杨精狼怪先行时 他们就变化成克制之物 这就奇怪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底绩呢 大哥 今日之战 兄弟我注意到 周英还有一位女将也出了压阵 他手里拿着一面镜子 一会儿冲着阳邪照 一会儿又冲着代理照 那个小镜子 该不会是赵瑶镜吧 看来此镜就是那 此行真人的赵瑶镜 我们眉山七杰 连连损兵折将 原因就处在此镜上 大哥 以兄弟之计 明日不去周英正面挑战 而是由我去攻打起后英 趁着混乱之际 兄长也施展七十二般变化 变作那女将的信任之人 把那个宝镜骗来或抢来 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好 就以兄弟之计 明日你攻打周军后英 我再暗中观察 并助你一臂之力 到时 大江泽雅各措手不齐 再杀他几人周将 以好其死去的为兄弟们报仇血恨 嗯 哪里来的狂徒 大敢起来捣乱 我乃元洪大元帅 回忆下大将金大声 今天来正要扫平你们的银行 活捉你们的鸡发小儿 和江子牙老二 我说金大声 你躲不躲飞去 前来讨战 到前里营去 到后营来到处乱 我愿意在哪里讨战 就在哪里讨战 你管得着吗你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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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ci 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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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狂兔拿命来 快上 闪开 想我苏虎 竟是要命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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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 兄弟 今日这一战你可是名垂青史 你可知道 今日被你连斩的两人周将是何举人吗 我看顶多也就是后营的两个小头目吧 兄弟 你有所不知 是啊 今日被你占的第一员周将 就是冥曼天下的上将军郑伦 郑伦 多亏你法术高强 有喷火的本事能挡住他的亨术 要不然被他的亨生击中 你早就命丧皇权了 什么 他就是郑伦 看来真的是仙下属为强啊 兄弟 被你所斩的第二员周将 乃是当今的国杖 冀州侯苏护 苏护 他竟然是苏护 对了 大哥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赵妖静可曾拿到 未曾到手 不过我已探得了 手持赵妖静的女将名叫龙吉 是南海慈航真人的徒弟 看来子女不除 终世大患 这么漂亮的女人杀了实在可惜 大哥 这样吧 你把宝静骗来或者是抢来 把龙吉就伤给小弟我好了 想不到你这牛怪也爱漂亮女人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 人家能跟你吗 那就不用大哥操心了 小弟我自有办法 好 明日你去周颖阵前挑战 只要那个龙吉公主能够出战 伟兄向你保证 定然会把她给你抢回来 当日你就可以与她洞房花烛了 来 伟兄敬礼一辈 祝你明日起开得胜 来 干 去 还去 小爷的 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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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到后营去干什么 元帅不是让你代替苏虎 掌管后营的吗 好 没事 我过来看看这招妖镜 是什么宝贝 你看过都不止一次了 这会儿又来捣什么乱啊 这 表虎 表虎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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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у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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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王被妖孽隆壁 令妖精为将为帅 国军必败无遗憾 诸位将军 如今这帮妖精 接二连三地被铲除 只剩下光杆元帅 我看他被杀 他也是早晚之事 我等皆是忠义之辈 不可枉死于此 不如趁着袁弘不在 率兵回到昭歌 报之待王也好早做打算 雷王将军言之有理 事不宜迟 赶快各自回营准备 马上撤离 是 三只眼 我眉山七杰被你亲手害死了五个 此仇不报 此不明目 请助你和哪吒 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这个梅山猴头 大敢骗我师妹的招摇宝镜 与你势不两立 捉住你 不要将你包皮抽尽 我与杨剑都会八九玄公 如此各显神通变化无穷 终是难分出高级上下的 我白云要想去射 得想其他的办法 对 把杨剑框处梅山之中 入了我的巢穴 在那里天时地利人和 皆为我用 灭了这三只眼 为死难的梅山弟兄们 报仇许恨 杨剑框处梅山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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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 师叔在上 受弟子一拜 免礼杨简 贫道送你一件宝物 此物可祥圆弘 杨简啊 你可不要小看了此物 此乃玉絮工正宫宝物之一 你把此图挂在山上 引那禅侯上得此图 便可大功告成 师叔 就这么一张山水画 真有这么大神通 杨简啊 此乃山河设计图 此图藏有八级四项变化 无穷之奥妙 四山即山 四水即水 森罗万象 无所不藏 优优独播剧场 三只眼 这里是眉山 是我的地盘 我既然敢来这里 便是锁定了 四山下 metros 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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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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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师叔 还您江山设计图 好好 妙妙妙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师叔 你怎么把玉区公正公主表扔了 这山河设计图将会自然飘到一个叫奥来国的地方 落地之后 所化之物都会变成现实 唯有这猴头将会变成一个石猴 暮风至雨 西族一千五百年的天地精华之后 才会重新出世 将会叫的天地不宜 杨姐 到那个时候你可要格外小心 师叔 您既然知道为何不让弟子现在就杀了他 杨姐 稍安无躁 你们俩谁也杀不了谁 这猴头的将来与贫道亦是非常有缘 只是时机未到不便泄露天机而已 师叔 那弟子回营如何回复江师叔呢 告诉你江师叔 雷山七怪已除 但大洲与天下各路诸侯的联军 展窃不易兵发昭格 师叔 这是为何 此乃天机